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豆豆 現在是10月1號的中秋節 嘿咻 登登登 今天我準備了一些 大潤發跟家樂福的肉品 你看 這是大潤發他們的肉品 哇 這個肉看起來不錯耶 幫我們拿一點來吃吧 我們來買一盒白蝦好了 好讚喔 給各位看一下齁 我在家樂福有買了海鮮雞肉跟豬肉 至於我這大潤發買的有牛肉然後也有醃製過的豬肉了 就想說吃吃看他們之間烤肉醬的差異在哪裡 但是說這次的份量 不少耶 不過給各位看一下 這些肉總共有多重吧 讓我們用台金行李秤來秤一下說今天的肉跟海鮮有多重吧 來吧 來吧 總共有六斤零四兩貨 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的開箱各位你們覺得 誠意十足了吧 好啦 那我們開始料理吧 然後燒早 我有在賣場買了一個平底鍋 今天我們就用日式燒肉方式來料理這些肉吧 希望說他吃起來也是有中秋烤肉的味道 那首先我們用牛雜肉片開鍋吧 你看牛雜的油花 催淚 超便宜的價格 但是我們等一下還是用他味道來決勝負好不好 我們來吃吃看碎肉片他的表現如何吧 我剛好吃到一塊是滿滿牛筋的部位 怎麼會這樣 各位啊 這片肉我可能拍完片之後我再去看看要怎麼處理他好了 不然這整個我都咬不下去耶 我先收起來 他連鍋子裡面其他肉幾乎都是擁有很豐富韌帶部位 這塊先挑起來 不太行 OK啦 那剩下的肉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把它吃掉吧 然後我們邊吃牛雜邊煎這一塊澳洲牛牛排吧 來吧 吹下去 至於今天吃烤肉的調味好朋友我準備了鹽鹽 還有烤肉醬跟黑胡椒 來吧吹下去 鹽鹽 鹹到翻耶 我們先把牛肉攪拌攪拌了 牛雜 我們再加一點黑胡椒好了吧 母湯了 鹽鹽 不然說他這個肉整體吃起來是非常的 越吃越沒味道嗎 然後到最後轉變的味道只剩下燒味而已 我覺得不太行 這看起來還蠻漂亮的餒 這看起來還蠻漂亮的餒 雖然說整體吃起來它的口感也許沒有到夜市牛排這麼軟嫩 但是它這個紮紮實實實吃起來就是個 殺iving牛排啊 多壓力 紮迴 除了這款,我們最後加沒有 射新 湯 大賣場遇到基隆甜不辣的公司來這邊擺攤 那甜不辣已經加熱差不多了 我們來吃吃看它味道如何吧 裡面還是冷的 我們去加熱一下 結果這甜不辣吃起來是冷的 沒關係算了 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大潤發的豬五花燒肉片吧 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大潤發的豬五花燒肉片吧 肉片上的脂肪因為遇到了熱開始冒出油水的畫面 這個感覺好療癒喔 可以起鍋了 來吧 吹下去 好燙喔 好燙喔 它的豬五花燒肉片它整體吃起來 還有一股腥味 這怎麼回事啊 剛剛吃完它那一盒豬肉片我覺得嘴巴好膩喔 這種感覺不是很舒服耶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冷凍白蝦吧 它這盒冷凍白蝦價格只要95元啦 我是覺得還蠻便宜的就買來試試看呢 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蝦子竟然是整塊冷凍起來的啦 那我先拿去旁邊退冰好了 我們再來做其他的肉吧 接下來我們來料理 魷魚生 終於來到加勒服系列了 給你們看一下 我很喜歡吃這種軟管系列的海鮮 在大亂發的時候 我本想說要買他們的海鮮 但是我沒有想到說 也許有海鮮 我沒有找到而已啊 給你看一下 魷魚圈 各位它這個讓我還蠻意外的耶 因為我以為大賣場賣的醃肉幾乎都是那種 集齊品或是不新鮮的肉才會拿去醃製販賣 可是沒有想到說 它的魷魚吃起來好新鮮喔 那我們把剩下的肉片都下下去吧 雞肉還有豬肉 來吧 我先把整個雞肉都倒下去吧 吹下去 吼吼吼吼吼 這個感覺好壯觀喔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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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全沒有醬汁的感覺 那我們再拿一塊肉沾醬說 看到底有沒有味道吧 那看來調味好朋友 烤肉醬要用到了 我們先倒一點醬沾著肉吃吧 先加一點就夠了 沾醬的雞肉 好吧 它吃起來依然只有雞肉的味道而已 那現在我們就開啟吞噬模式 把這些雞肉吃軟吧 那等一下我把盤子拿去刷洗過後 我們再來烤豬肉吧 我們來烤豬肉吧 我們來烤豬肉吧 加勒浦的五花豬肉片 它相較大潤花的還要軟嫩耶 口味也是鹹中帶甜 但是它那個甜並不會這麼的強烈 好厲害 豬肉片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下剛剛退冰的白蝦了 我們來烤豬肉 來吧 來吧 那這裡等蝦子起鍋之前 我們先把豬肉吃掉吧 來吧 奇怪 為什麼它這個蝦子聞起來都沒有蝦味 可以啊 我們現在吃一隻冷凍白蝦看看吧 不過OK啦 它這樣一盒白蝦是20幾隻 只要95元 我覺得 這個蝦子的品質是對得起這個價格啦 不過整體來說 如果你要叫我直接買一盒95元白蝦吃的話 我可能會再多想一想 那樣 豬肉吃完了 這種醃烤肉表現好恐怖喔 好 好各位 我們終於把所有的食材都吃完了 至於 我們剛剛還有留半袋的甜不辣 還有剛剛幾片牛雜片 我晚點再把它拿來料理 看看要做什麼料理好了 因為我發現它那兩樣食材 用今天日式燒肉方式處理 非常的不好吃 它這些醃製好的肉類 都是可以讓你方便的 直接生火烤起來 但它的調味 可能不一定會讓每個人都能接受 但是今天吃加熱服烤肉感覺 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比大潤發的好吃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囉